今年的桃園莲花季已经热闹展开了 在展场当中有一个新的亮点 就是用上百条的彩绘冬瓜 搭建而成的冬瓜屋 足足花了两个月 出动了八个社区团体在制作完成 而且每一条冬瓜都有30到60斤重 上面还画满了不同主题的风光景致 让到访的游客是惊呼连连 甚至比主角莲花还要细精 哇 一个人绊不动啊 真的 连高龄92岁的奶奶看了也大呼惊奇 这可不是一般的瓜棚 仔细瞧瞧 这些全都是30斤以上的大冬瓜 搭建而成的冬瓜屋 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出动了八个社区团体 画了上百条的冬瓜 才让冬瓜屋能够亮相 风光展现在世人眼前 选冬瓜是因为冬瓜的表面比较平滑 做画而且做起来画起来比较 比较漂亮 而且可以大家参与 像我们这边有很多都是我们这边中 我们观音这边的观音高中的学生他们做的话 有些是大师的话这样集合起来 这样就盖一个房子 这样就比较特别一点 这些被选中的冬瓜不但个头要匀称 身材要纤长 表皮还得平整光滑 才能当作彩绘的素材 最后还得用水彩笔仔细勾勒描绘 鸟花虫鱼都栩栩如生 这才算大功告成 能够上架建屋 整个过程可以说比选美还要严苛 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冬瓜它的重量比较重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得很牢靠 固定上我们除了铁架以外 我们绳子一定要绑得很牢靠 安全措施一定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非常注重这一点 只要善用创意 加长冬瓜也能小兵力大工 成为今年莲花季的一大亮点 不过因为冬瓜不耐高温 独特漂亮的冬瓜屋 观赏期限只有短短一个礼拜 之后大冬瓜就要送给社福团体 烹煮成为桌上佳肴 想要一清方泽 动作可得要快 桃友新新闻观音采访报道